下面一题是胡川安教授来回答对或错了 来 请出题 台湾民间流传了许多的传说跟趣闻 请问台湾的民间故事有哪些 进场吧 双汉 最有名应该就是那个 领头姐 哪道记 台湾的领头姐对或错 恭喜 加两千 虎姑婆 虎姑婆对或错 加两千 我想讲了 被她讲了 有一个 我记得有个女子 就是她在她老公走了之后 她就守寡 守结 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个政府的官员很喜欢她 希望她可以卖身 她不愿意卖身 所以她就被婆婆跟小姑就是虐待 成熟娘 成熟娘 对或错 也算 但是她这个讲的好像 其实跟现在的那个姑嫂的故事也蛮像的 其实这种故事蛮像发生的 就很多方警长也在拍的 好 来 请加两千 再讲 看 另外一个娘 林墨娘 哇 笑我一笑 另外一个娘 你不认为什么娘 哦 什么娘呢 什么女娘 快快一点 什么娘 林墨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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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妈祖 妈祖 妈祖 很长夜在眼的 好的 恭喜 加两千 一位老师 廖天丁 一贼廖天丁 五六千 那个巴黎还有一些她妙 对 廖天丁 恭喜 加两千 一贼廖天丁 来 还有那个白贼妻 老苦梦侠 就是一个一直讲说谎的人 然后最后就会有故事告诉你说 你不能说谎 这样子 白贼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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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用在政治人物上面 对 白贼妻 有没有 恭喜 来 加两千 八千 那我讲的就是一对夫妻了 土地公跟土地婆 来 恭喜 加两千 土地婆 对 有土地婆 以前有听过那个在澎湖 有七位美人 有 然后因为不想要被 就是海 不想被海贼 海贼 海贼给接走 所以他们就一起自杀 怎么都是这些真结的故事啊 对啊 不要被倭寇 变成亚塞夫人 对 来 叫做七美 什么 七美人花 七美人花 对我说 是七美人种 但是这个也是 七美这个地方的地名由来 哦 七美这个地方的地名 但是七美人种 总是那个人 人种 就是那个木的衣服 买衣服那个 对 人种 七美人种 来 接下来小钟 那我也接你一个七的 七爷八爷 七爷八爷对我说 恭喜 加 加两千 谢老师 塞罗七卡 哎哟 小龄七 小龄七 阿善斯 等于说会和 阿善斯 我这大概三四年前 三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的连信剧 应该快五十年 四十年 我还没出道他就有 哇塞 对啊 对不对 很久 琉璃这些演的嘛 阿善斯啊 都对我说 恭喜 加两千 回到中漢 是不是还有加庆君游台湾 哦 虽然历史好像是他没有来过 可是台湾有非常多的传说 很多庙爷都跟加庆君有关系 就是猪哥亮跟陈雅来嘛 对 真的有 现代版 来 加庆君游台湾 对我做 恭喜 加两千 达到一万咯 来 接下来 那我就讲一个民间的那个 民府啊 管理的 这个大哥 我们的 陈皇庙 陈皇爷 恭喜 在新竹嘛 八千 现在奖金还有一万哦 各位加油了 小钟 我想到是我以前小时候 看了一部这个连续剧 叫《风女十八年》 那电视 《风女电视》 对 那个小杂梦 对 那女的被逼疯了 对 她被关起来 好可怜哦 你跟我们讲 狗的笼子很像 一个女的被关在 对 真的 从印象很深刻 但你这样笑 都开始讲 有点违隔音 快快一点 那时候就是觉得 有点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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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震撼 有点震撼 在那个年代 把一个女生关在 然后那个女的就 封掉了 封掉了 而且穿白色衣服 所以在路上走到 看到都会怕 不会怕 《风女十八年》 对我走 恭喜 再加两千 来 谢老师 吴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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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凤是不是出外籍 那样的吴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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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会接轨 吴凤接轨 喂 吴凤对或错 好 下两千 这样子 一鸣姓杨算不算 一鸣野 因为台湾有很多包中一鸣寺 然后都在讲说那种 平乱时期或者泄斗不同族群 然后客家人的那种 过去的族群 你说那个凭林爽文那个 对 对或错 恭喜下两千 哇 客家人真的 多 客家很多啊 对啊 厉害啊 厉害啊 那我就讲一个有关于数字的 我们都很在意的数字 财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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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财神爷 对或错 嗯 对 也有啊 对啊 真的啊 财神爷 好 只加两千 最后两千给你了 中二 哇 对对对 我印象很深刻 七言八言 七言八言 我看过这个电影也是很可怕的 瘋女十八年更可怕 它是叫 基隆七号房 哎哟 基隆七号房 你是不是最近的电影啊 你是不是最近的电影啊 这个电影就是说 就是 其实就是有点那个 老公那时候交一个小三 然后一起密谋 把老婆杀了 所以那个七号房 不敢把那个房间打开来 一打开会看到他老婆眼睛在那边等他 哎哟 很可怕 这听说是真实故事 真实 那时候还跑到基隆去找那个七号房 我那是人间故事 变民间鬼故事了 好可怕 你是因为这样不敢结婚了 怕被分析了 你跟他讲的答案是什么 基隆七号房 对或错 对 恭喜 两千 很厉害 那奖金我们稍微宣布一下 目前呢 麦克斯一万 欣怡八千 小钟哥一万二 薛老师八千 宗翰一万二 好我们请老师 再稍微还有一些哪些要讲解 对像刚才我想 每一个地方还有 我们说台湾有各种庙 然后我们说像台南满天神佛 所以每一种神 它都会有像什么保身大地 或者说很多地名的来由 它都可能有民间故事 我想这一题算是送分题 大家只要尽量发挥 就都可以 但后来有一个创作家 叫王师郎 他就把这些口传的故事 都写成书 然后所以我们这些 本来是口传的 才会慢慢地流传下来 然后我们的小朋友 才会可以阅读 然后可以流传的下来 是 好 谢谢老师 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 赢者圈啊